我幫你拍個頭好嗎? 我幫你拍個頭好嗎? 好啊好啊 哈囉各位 大家有沒有聽過UX四神堂? 有的幫我舉個右手 非常好 大家都還醒著 都是舉右手 感謝各位 就是今天也很開心 可以透過這個Costcard的Open Design Track 邀請到UX四神堂 然後這邊有現場的Zoe 跟線上的Band 然後待會的話是一個 Yay thank you 待會是一個30分鐘的分享 然後整個場就有他們空 然後如果會後有一些興趣 可以在外面跟他們做交流 然後再生一次 當你進入到這個空間 代表你已經同意DEI文化 代表的是公平共榮跟多樣性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背景 你會尊重別人的聲音 你也會被尊重 感謝各位 那我們交給UX四神堂 謝謝 嗨 謝謝 然後今天現場的話就是我 我是生日食堂的Roy 然後線上的話會有Band 他等一下也會參與我們的分享 這樣子 那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設計開放平台的部分 我們這次想要分享的設計開放平台 其實是由一個設計社群 然後到我們現在的開放平台 那我們當初在2020年的時候 然後當時疫情剛開始 那我們想要創作 我們想要建一個可以讓大家舒適的一個設計的空間 那當時因為其實整個全世界大家都在lock down 所以其實那時候大家遇到很大的問題是孤單 跟我們在設計師的職埃上大家 因為設計師這個工作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進程的 就是他其實年資沒有很長 所以大家其實在一個開創的角色的時候 會有點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建立一個 就是跨國的一個師徒的計畫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當時想要解決的這兩個問題 我們六個創辦人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集結在一起 有Ben 然後Shandy 然後還有Way 以及我跟Kevin還有伊音 我們當初六個人就在想 我們要怎麼樣幫助大家 可以在這樣子的困境中 可以去做更多的發揮 而且做更多的連結 讓大家可以在這樣子的 這麼困難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一起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然後讓大家學習到什麼 那兩接下來我們總共有75位的小隊長報名 然後264位的小隊員報名 我們媒合了69位小隊長 然後有95位的小隊員 在這個計畫中參與我們的計畫 那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分享你的經驗 分享你在生活上的困境 或者是分享你在工作上遇到的困擾 然後走不過去的看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中可以去理解 就是我們是很多元的 我們可以包容什麼樣子的經驗都可以包容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樣子的環境中感受到舒適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這樣子做學習跟成長 如果說有一些人他想要往更資深去走去 或是你想要成為你的管理者 那你可能可以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你可以學習到要怎麼聆聽其他人的意見 對或是怎麼樣給出有效的意見 在那個時間內我們做了非常多的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Mentor 就是他們的字界版 設計師就是非常的搞怪有趣 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Mentor 他們有非常多不一樣的一些設計在上面 可以看到有人有自己的照片 然後或者是自己的字畫像這樣子 那Mentor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做這個字界版 就我所知好像有人花了一個禮拜在做這個字界版 從上班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非常的有趣 對 那我們當時舉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就深夜食堂有一些有一個三成三的活動 也就是30分鐘由三位設計師來分享一個主題 有可能是關於軟硬體的設計 有可能是關於我在國外的生活 或是有可能是成為媽媽要怎麼樣 作為一個設計師要怎麼樣成為一個媽媽 其實有非常多不一樣的你想要的主題都有 不是只有在我們的職埃而已 可能是跟你的自身經驗有關 那我們也舉辦了Walshaw 也就是工作坊的部分 我們跟Butter就是有一個聯合的Walshaw 可以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快速的成長 Butter它是一個Walshaw的一個軟體 它可以讓你在線上辦一個Walshaw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他們 另外我們還有舉辦一個Ikigai的活動 讓你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你有興趣的是什麼 可不可以在你的site project裡面做出來 或是它能不能為你的植埃帶來一點就是方向 讓你知道你想要做什麼樣子的產品 那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的一些活動經驗 更多的是大家自己發起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我們會舉辦面試 我們會舉辦面試的分享 面試經驗的分享 或者是大家的design system的分享 這些都是有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大家線下的一對一 這裡都是我們當初有參與一些Coffee Trap的一些夥伴 所以如果你進來我們的社群 你是非常自由的 這是一個非常安全 然後比較希望大家可以在裡面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不一定要是一個分享者 你不一定要是非常主動積極的人 你也可以在裡面潛水 都是沒有關係的 對 但我們希望這就是建造一個非常安全的空間 讓你可以發言 不管是植埃 不管是你自己個人的生活經驗 那這就是我們的深夜食堂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讓Ben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是怎麼樣把這個開放平台做出來的 我需要分享我的螢幕嗎 要 還是 要你分享你的螢幕 那現在是看得到的嗎 可以 可以 所以我這樣動也看得到 可以 好 那 那感謝那個 先感謝現場的工作人員幫忙 就是把所有東西全部set up 這樣 然後我是UX神堂的Ben 那接續剛剛Joy所分享 我們在UX神堂 社群裡面跟深夜食堂 所發生的故事之後呢 我現在接續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怎麼從 打造社群變成在打造開放圖書館的故事 那 首先 我覺得就是一開始我們 一開始應該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打造這個開放圖書館 那 我們之所以會想打造這個開放圖書館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組織深夜食堂的時候 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像Joy剛剛所說的 我們的社群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社群 那也因為很自由 所以大家 就是在平常生活裡面 如果看到什麼喜歡的文章 或是看到什麼喜歡的產品 就會把它分享出來 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小隊長小隊員 一些mentor mentee 一些設計師比較主動積極的 他們就會出來說 我們要不要來辦個英文的讀書會 或是我們 就是看到了某一本有趣的書 要不要來一起討論一下這樣 那 當我們的社群是一個緊密的社群的時候 這件事情沒有問題嘛 就是 當我分享一個資源資源A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緊密的社群 所以大家都可以共享這個A 然後大家都可以討論這個A 但是 深夜食堂遇到的問題是 我們把設計師拆散成 各種不同的小圈圈 就是我們把 就是不同的設計師配對成一個小隊嘛 那這樣就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可能某個小圈圈A在分享A 然後另外一個小圈圈在分享B 那A跟B可能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但是因為他們兩個是獨立的個體 導致這兩個資源沒有辦法被重複利用 就是他們可能是有一點點關係 或者是就是彼此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但是因為他們是完全獨立的個體 所以導致這些資源沒辦法流通 沒辦法利用 那我們是設計師嘛 設計師就是看到問題的時候 會想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想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幾個核心成員 就想說好 那我們 可以打造一個共享圖書館 讓大家想出一些資源的時候 或者是分享一些資源的時候 可以把它存到一個圖書館裡面 然後其他人 不管是生意食堂的人 或是外面的人 都可以自由的從圖書館裡面 把這些資源 就是讀取這樣 但是這樣 現在問題又來了 就是這是我們的想像 我們覺得就是有一個圖書館應該是會 這對設計師而言應該是蠻有用的 不過我們也不確定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所以呢我們就做一個設計師很會做的事情 那就是做甜甜圈 當然當然不是真的在做甜甜圈 我只是用甜甜圈來做一個譬喻 那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從 比方說我們如果要設計一個APP的話 我們不會從就是使用者需求直接跳到 然後在Figma裡面刻出一個高擬真的Prototype 我們通常會從線框稿 我們可能會先手繪一下 然後再變成線框稿 然後再變成比較高擬真的Prototype 然後經過Testing之後 再把它變得更好的Prototype這樣 那其實就有點像這邊甜甜圈的過程這樣 那換句話說就是Design Thinking 加一點MVP思考 那如果換成更簡略的方式來講 我們做的事情其實就是Learn Build and Test 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學使用者需要什麼東西 或者我們社群成員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從這些需求裡面 想辦法把東西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去Test 就是去讓使用者體驗 然後從Test裡面收回到一些回饋之後 再繼續Build這樣 那具體來說我們做了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開放圖書館的MVP 1.0 那其實一開始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Notion Page 然後把大家在我們社群裡面分享的書單 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在Notion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在Slack上面宣傳 就是我們社群的平台這樣 我們就在上面宣傳說 我們辦了一個Notion 然後裡面有一些就是大家整理好的書單 那大家可以自由的共編 大家可以新增自己喜歡的書 也可以推薦自己喜歡的書這樣 結果一個禮拜後呢 我們發現大概有20 大概十幾位20位的設計師 開始就是 開始就是把他們的書單全部都放出來 然後也開始推薦別人的書單這樣 兩個禮拜後呢 除了書單以外 甚至出現了 發現我無法放大 好沒關係 但兩個禮拜後除了書單以外 現在漸漸出現一些文章 一些作品集的大宅問 對於設計師而言作品集很重要嘛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面試問答集啊 或者是YouTube的一些推薦的頻道 然後推薦的影片等等 一個月後 甚至有人開始幫我們建一些主題索引 一些hashtag這樣 那我們對於就是 這一個一個月的這個旅程有點驚奇 所以我們就坐下來就是 好好的討論一下 我們有哪些做的好的地方 跟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第一個做好地方 是我們覺得我們用了Notion 當做這個平台的開端 然後因為我們開放 讓大家可以直接在Notion上面編輯 所以換句話說 貢獻門檻很低 因為至少我們社群成員裡面 大家對於Notion其實都還蠻熟的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從大家有共鳴的主題開始 就是從書單開始 或者是從喜歡的一些YouTube頻道開始 那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推薦的書單 跟一些喜歡的設計史 所以其實蠻容易 就是把他們自己的資源把它丟出來 然後第三個 我們覺得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是我們蠻常感謝資料貢獻者 就是不管他是貢獻一個資料 就是貢獻一個資源還是十個資源 還是一百個資源 我們其實都是把它視為貢獻者這樣 然後我們很常在社群裡面就是感謝大家 就是很積極的貢獻 然後只要他們願意的話 也可以把他們名字直接寫在貢獻者清單裡面 那換句話說就是藉由這樣的 藉由這樣的機制來鼓勵更多人參與 那當然也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資源越來越多 所以系統架構就變得很突然 很難找到有用的資源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剛剛有說Notion是開放編輯的 那換句話說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形成任何東西 那可能會導致我們無法好好管理資源的品質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我們一直在討論 我們就是內部做的其實還算蠻成功的 那我們要不要對外開放 然後讓這些資源可以更能的好好被利用 那對外開放這件事情 我們又討論了很久 因為其實還是有一些掙扎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其實不確定深夜食堂 或是UX四成堂以外的設計師 是不是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就是不知道他們需不需要一個圖書館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他們想要看什麼樣的內容 那第三件事情是我們不確定 其實我們在做Open Source的時候 其實很常是用Github去管理 就是Push and Pull 就是去管理裡面的資源 或者是管理網站 但是我們不確定設計師們是否有能力加於Github 就是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對Github有一些限制這樣 然後第四個是我們自己內部其實 自己的開發能力也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沒辦法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想說 我們要做出一個完整的網站 然後把它放在Github上面 讓大家可以就是自由讀取這樣 然後經過這些考量之後 我們就伸出MVP2.0 那2.0很簡單 我們其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對外開放 然後我們就用了 但是我們就是有這些限制 就是我們不確定對外開放 是不是一個好的好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一樣用 用最小可行產品的Vison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伸出MVP2.0 那我們那個時候很簡單 就是把Notion整理整理 把系統架構整理一下 變得就是至少大家比較容易找資源 然後用了一個軟體叫做Super.so Super.so是一個用Notion當後端的一個no code tool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就是把Notion整理好之後 把它連上Super.so 然後買了我們的網域名稱 叫做opendesign.tw 現在還活著 然後就把它丟出去 然後我們一開始其實沒有直接對外開放 就是沒有對四層湯以外的人開放 雖然網域已經公開了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只分享在四層湯的slack裡面 就是聖夜市場以外的 以外的就是頻道裡面 然後讓更多設計師可以看到 那也因為就是 讓更多設計師看到了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收到更多回饋 然後更讓我們有信心說 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是有用的 對設計師而言真的是有用的 那 從這網站架構之後 也讓大家更容易找到資源 那我們在這個版本裡面 我們也綁了Google Form 去貢獻資源 所以 如果有人想要新增資源的話 他們點擊貢獻資源之後呢 會先被 導到一個Google Form裡面 然後他們可以在裡面 自由填寫他們的資源 然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 review他們的 所新增的資源 然後再把它放到 那個開放圖書館裡面 那 當然一樣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嘛 一個就是 我們開放給更多人看之後 我們發現 大家想要看的東西 跟我們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們本來以為文章跟書單 可能是最多人要看的 結果 我們發現我們網站裡面 有一個推薦作品集 跟推薦履歷的區域 反而是最多人想要看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本來作品集跟履歷 可能只有放五六個 可以讓大家參考的 那發現其實蠻多人喜歡 去那邊看作品集跟履歷 所以我們就想說 可能未來可以再新增更多一點 作品集跟履歷 讓大家可以 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參考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雖然我們改進了系統架構 但是 一樣就是Notion有限制嘛 所以 至少Notion綁在 super.so之後 還是沒辦法讓使用者去搜尋資源 就是沒有搜尋功能 沒有篩選功能 然後最後是 我們後端等於是用Notion Notion資料庫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很難 就是直接把裡面的資料庫 複製給別的 複製到別的地方 那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強調的東西是 open source的話 那人家很難從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去把它搬到其他地方 或是利用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去創造更多東西 因為就是Notion資料庫 比較難被複製這樣 那經過這些討論之後 我們就伸出MVP3.0 是整個開放平台 這也是你現在如果去WW 不用WW 就是opendesign.tw的話 會看到的版本 那我們稱之為設計師的共享圖書館這樣 那我們在這個版本用的是 後端用的是一個叫Airtable的 一個叫Airtable的軟體 這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點像Google spreadsheet這樣 然後 我們一樣是用no code tool來做整個網站 然後我們用的軟體變成叫做 換成是Software.io 那之所以會用Airtable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Software只支援Airtable 至少那時候了 他現在還有支援Spreadsheet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Airtable至少相較於Notion而言 使用者可以很輕易的複製 我們在Airtable裡面所create的所有的data這樣 所以他們可以直接 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做一個更完整的開放平台的話 然後他們可以直接把我們的Airtable裡面的所有東西 直接很輕易的複製到其他地方去 然後就可以使用這樣 那之所以會使用Software 是因為他們其實一開始起家是做社群的 就是一個做社群的no code tool這樣 所以其實裡面有蠻多讓我們可以很方便使用的功能 比方說有搜尋功能 有可以歸納類別的功能 可以放hashtag的功能也可以 就是針對一些資源可以進行投票這樣 那我們之前新增資源是用Google Form啦 Software其實也把新增資源這件事情可以綁在我們的平台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我是一個使用者 我不要透過Google Form去新增資源 我可以直接在網站裡面新增資源 所以我們覺得對使用者流程來說 這個是算是還不錯的一個體驗 那我們在12月24號正式上線之後呢 沒錯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設計師的聖誕節禮物 然後上線之後 有一些還算不錯的成果 就是我們一開始沒有想過 有那麼大的成果這樣 就是我們在12月24號到 今天大概六七個月的時間 大概有快到六萬個瀏覽次數 然後每日使用者有1000多個 跟每月回復率有大概25% 那也收到陸陸續續收到一些很多設計師的 一些正面的文字回饋這樣 那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在這之間學到了什麼 第一個事情是不斷的疊代嗎 我們從最小的MVP為期間 然後不斷的進行疊代 然後去改進平台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不斷的在做的事情 是尋找大家的共鳴 就是從大家有共鳴的主題開始 我們從蘇丹 從設計師的人 喜歡的設計師開始 然後尋找大家的痛點 尋找大家有共鳴的痛點 然後慢慢去募集資源 慢慢把這個平台變得越來越大 第三件事情是我們 就是一直鼓勵 資源的貢獻者 就是適時的感謝貢獻者 就算你先來到opendesign.tw 如果你新增任何資源 其實也會自動 把你的名字 只要你願意 就是把你的名字 就是放在我們的那個平台的貢獻人 貢獻人員名單裡面 然後變相去鼓勵大家說 只要你有貢獻 然後只要你願意的話 我們其實都會把這些東西 document down 這樣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 當然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其實一直把使用者放在中心 去打造這件事情 然後讓不管我們在做社群 或者在做開放平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是讓使用者的回饋 能夠好好被蒐集被分析 然後妥善的在運 妥善的運用在平台改進的過程當中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當然是繼續打造我們的天天圈 那當然未來我們還是會希望 就是我們的開放圖書館 可以使用的是完全開 可以是完全開放的資源 然後使用可以是open source的資料庫 然後希望也可以上到Github上面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自由的去 去存取它 然後我們之所以今天會在這邊 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募資更多的志工 或是人力一起加入我們 就是對如果對開放圖書館 或是對一位市長他 或是對聖鑫師他有興趣的話 歡迎就是一起加入我們 那我們的目標當然是成為 第一個是從台灣出發的 設計資源資料庫 所以這邊有個QR Code 可以就是等一下可能現場 都可以再分享一下 可以就是加入我們的志工 一起來打造這個開放圖書館 那現場就交回給座 好然後Ben我希望你 就是繼續分享這畫面 我想要讓你在畫面上一起 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 聽了我們的分享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 對有沒有人想要 你們有想過跟外面的 就是像是開發開源的開源社群合作嗎 就比方說像我自己是 台灣臨時政府的貢獻者 然後今天就是設計鬼這邊 就開放設計鬼一整天聽下來 感覺好像大家面臨到都是相同的問題 就是目前好像在整個環境裡面 並沒有一個給 專門給設計師的一個開源的寫作工具 像是我們今天早上像Eva有提到 就是工程師有Github 就是Github這個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個開源的寫作平台 然後它完全就是為了工程師而設計的 但是它在設計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設計師的需求 那設計師現在在開源社群裡面 如果要進行寫作的話 好像都必須要透過一些其他平台工具 像是四神湯可能是用Notion 我們的話可能是用像Figma 又或者說像是Canva 又或者說像是Google Clouds 就是這些其他的平台工具 像是Costecab他今天在中午之前也有分享 就是說他們自己的設計方式 他們就是用Canva自己加一個網站出來 然後把所有的設計資源通通都開放出來之類的 然後就 對 它是開放的沒有錯 但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資訊他們並沒有可互通性 而且就是使用者想要去Access到他們 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就是它是沒有Useability 也沒有所謂的Accessability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就沒有辦法符合所謂開源的定義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你們就是我有聽到你們說 你們之後想要就是跟 就是想要把它變得更開源一點 那對於這一點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其實就是我們四成湯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社群 那其實我們很鼓勵就是大家 有想要做的話 你只要有想法 那我們都會盡量的就是提供資源 比如說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我們可能可以開會 決定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從我們 四成湯從開始到現在的這個社群 我們都是鼓勵 個人你有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能支持你 我們就支持你 那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很 我們很願意就是支持個人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想要這麼做 歡迎你進來我們的社群來 跟我們一起協作 這是可以的 我們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想說 我們自己一定要 一定要我們自己六個人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認為 就像我們社群一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參與過我們的 Mentorship 其實他是一個完全free的 到現在我們六個人都覺得說 這個設計資源 不管是設計資源 或是任何資源 我們認為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應該要開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互相共享 我們才能快速的進步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的話 我是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分享一個link 然後是我們discord 你可以進來找到我們 或者是你想要找到 你在裡面找到更適合的夥伴 我們都會希望你可以在這裡面做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的平台 也是可以 你使用我們的API 是可以接到我們的資訊的 對 所以聽起來你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邀請工程師 加入你們的行列 那如果這邊有工程師的話 你想要對他們說什麼 工程師 我 哈哈哈哈 好工程師先說一下 就是 我是設計師出身 但是我其實本來學前端工程 但是就是沒有變成工程師 然後變成設計師 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設計工程師的話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 之前有嘗試 想要參加過G0VE的活動 但是真的太難加入了各位 不知道工程師有沒有聽到 就是我真的是嘗試進入 我還有去參加活動 我本來要參加黑客松 但是已經過了 就不小心時間就過了 OK 好 OK OK OK好 黑客松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就是G0VE這樣子的就是 非常工程的 的 的社群 我嘗試 已經嘗試大家兩三年 但是就很難進去 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來跟我聊一下 這樣 好 我是在G0VE的設計師 然後我要偷偷工商一下 就是我要在那邊 開一個坑 然後要在那邊討論要怎麼 在開圓社群裡面去自行設計上的協作 就這樣 好 對沒錯 普渡 對對對普渡的 如果有興趣 待會可以再問一下豆腐他們 G0VE有一個 就是想要把這件事也更一個 然後我們先回到自成堂的題目 最後一個 還有人要問問題嗎 好那我們就交給你非常重要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你們技術的問題 我發現你們的簡報是用Figma做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用Figma 我自己也會用Figma做簡報 但是我發現會有一個問題 它沒有辦法像簡報軟體一樣 就是像Bullpoint一樣 很好的去做簡報 就是你會需要為了那個上下頁的功能去拉Prottypen 那這個有沒有 是有沒有比較快速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辛苦 OK OK 如果你想要用Figma做簡報 其實最快的方法是你去看 直接找一個人家做好的 你改字就好了 你改字就好了 最快 豆腐說他有做 大家用他的叫改字就好了 選一個你喜歡的style 其實做設計真的沒有這麼難 對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難 大家就是 因為現在開源的 比如說像Figma的community 它裡面有非常多free的模板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模板去做 對 所以大家只要找到那模板 你把字改了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用了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解 不用學這樣子 對 還有人有其他想要問的嗎 對 對 對 還有沒有 好 有人有想要問最最最後一個問題嗎 No more 就真的最後 OK還有 那你就會是最重要的 要把問題收尾的人喔 沒有 沒有我只是好奇 就是你們剛才說 製藥庫 本來是 放在 剛才那個軟體叫什麼 對 Lotion然後改 又移到一個叫什麼的 叫Airtable Airtable 那那個是 也是開源軟體嗎 就是 Airtable不是 我們 可以 Ben來幫我們回答一下嗎 就是他想要請問 Airtable是什麼樣子的軟體 就是他是開源的嗎 他們引力到爆 對 他們不是開源軟體 所以 所以我們才想要就是 之後資料庫還是想搬到其他地方 這樣 之所以會 一開始會用Airtable 這是單純因為 我們覺得Software的體驗 就是 我們 就是Software 剛剛有說嘛 就是 應該說就是現在你如果 就open design.tw的話 整個網站是用Software鍵的 那他後端那個時候 只能綁Airtable 所以我們就 就是為了 就是使用者體驗 我們後端還是綁在就是 至少Software 可以 可以 可以相容的 後端這樣 但是未來還是希望可以 就是 移到 開放的 資料庫裡面 對啊 就是像 剛剛也說可以改到像 Google Sheets 如果 就是可以公開一點的 或者是 那個 那個軟體也不能提供什麼 公開API 就是讓 工程師直接去取用 有嗎 所以可以 有API 我們現在是有公開的API 可以直接取用 所以至少我們 有工程師可以 自己取用的資料可以 對 這些資料都是可以取用的 喔 了解 OK 好 好 那我最後的話 分享一下我們的連結 給大家 大家可以 進來我們的連結 稍等我一下喔 抱歉 有非常多的 想法 就是我們等一下 會有一個Discord的連結 大家可以進來 就是跟我們聊聊 我們真的是蠻free的 就是 大家可以 這個是我們的Discord 那你可以進來 我們 歡迎各種的職位的人 只要你有想要 就是進來聊聊 不管你是工程師 或是你是PM 或是你是Designer 或是你現在只是 學生 想要知道這些 我們都歡迎 因為US四神湯裡面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是在國外 不管是歐洲 美國 日本澳洲 全部都有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這些資訊的話 其實可以進去 找到你認為適合的人 或許你可以 跟他聊聊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然後下一個議程的話 是英文的演講 然後是 Become Better Contributor to Social Impact 是有Ariel 跟Abishab的 然後 英文版 And it will start at 3pm And we will see you later here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